殷彩儿的脾气 怒对陈丽莎撕单子 而陈丽莎也不是好热的 所以两人吵上了 屏幕之端的陈小春和郭小冬尴尬至极 还好后来陈丽莎主动道歉 几人才会喝了气氛 被问到如何处理英才儿发脾气 陈小春说直接不理他 让他自己冷静 还爆料英才儿在吵架后从来不会道歉 也不说对不起 果然是大哥的女人 性格这么高 难怪陈小春被吃得死死的 听到陈小春这么爆料 主持人陶金银都认输了 英才儿永远就是这样出人意料 虽然陈小春这样讲 把英才儿讲得有点埋不讲理 但是他接下来的解释好man啊 他说英才儿不道歉无所谓 夫妻俩之间就是会有些小摩擦 因为爱 所以陈小春在吵架时避免和他较劲 因为爱 所以陈小春不在意英才儿会不会道歉 因为爱 所以在面对英才儿的时候 陈小春就会忍让 之前有采访过陈小春 英才儿是小公主还是女王 他丝毫不犹豫就说他是女王 但实际他已经把英才儿当作是小公主了 不仅是给予宠爱 还不断的忍让 陈小春绝对是好男人 可能大家以为的man 就是那种男友力爆棚 拥有肌肉身材的猛男 可对于每个女人来说 一点点的小事上 就能看出一个男人man不man 就比如陈小春在吵架时忍让英才儿 面对英才儿不道歉 他也不在意 相伐经济计较的男人就会让女孩子反感 所以面对女孩子的脾气男生 最好展现自己的绅士风度 学会忍让不是一件坏事 可能也是英才儿的脾气哦 所以不会主动向陈小春道歉 但夫妻相处就是需要其中一位能够忍让 如果两个人脾气都硬那就糟糕了 在爸爸去哪儿中 观众认识到陈小春是一个爱哭的人 心里还有点小粉红 可该man的时候陈小春还是很man的 所以他和英才儿能成为圈内最受欢迎的夫妇之一 好 好